胡适医生,心明眼亮,对事情看得非常透彻 1957年3月24日,胡适曾收到胡适度的来信 胡适在日记中这样写 收到小三从唐山寄来信一封,是平记的信 故经过五十日才到,这是七年来第一封信 信是写给妈妈的,信共四页 幕后说,爸爸那边以另有信寄去了 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 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写信给我 信是逞上去了,他以为已经寄出了 所以投写这封信给妈妈,殊不知改变计划了 不要他出面写信,另叫别人如草巨人之流写信 这时距离胡适渡去世还不到半年时间 对于后来胡适渡的传闻,海外也有相同的消息 只不过胡适没有相信 他也关照相应的工作人员 不要把这些报刊给江杜秀看